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 《延安日记》 作者是前苏联人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 中文化名、孙平 今天读的是该书的较新版本 由香港哈耶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 这本书是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 将他个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于延安的所见所闻 所思所想、汇集成史料以日记形式予以保存 直至他本人死后交由其子弗拉索夫整理、删结、增补后语一 973年在前苏联复印的一部重要历史著作 首版书名为《中国特区》1942、1945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 时任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 1942年5月至12月 康生拥抱我 还吻了我 他装得像个要人 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敌人 康生虽说很谨慎 但他做得比他嘴上说的更能说明问题 我相信中国同志早晚会看透他 毛泽东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妻子江青 他身材苗条 有一双嗨机灵的眼睛 站在他壮实的丈夫旁边 更显得弱不禁风 他待他非常温柔 想方设法讨他欢心 高岗经验丰富 透彻了解各个种族集团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 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 1935年后 他几乎使特区几个省的民族和宗教集团停止了相互残杀 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 关于国民党军队要袭击特区的谣传 在延安引起了恐慌人们 正匆匆忙忙的在座撤离的准备 歇斯底里地来回奔跑 疯子似的大声喊叫 这说明对人民的政治教育很差 更为重要的是暴露了中共领导的弱点 毛泽东突然把矛头转向宗派主义者 教条主义者 经验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 把他们说成是共产党的大敌 在骂骂中一个人的明都点不出来 毛泽东在报告结束时 讲得非常乱 而且语无伦次 他警告了某些人 然后又批评了某些人 可是他讲得不明不白 虽然他说话的整个调子 是恐吓性的 通常康生对我总是笑脸相迎 说他对苏联人不保密 然后他就勃然大怒 狂热地用手势笔划杖 一会儿他又说得哀碗动人 好像是在对一大群听众发表演说 有时说得结结巴巴 有时则气喘吁吁 这时他就些口气 尽力使呼吸正常 八路军的队伍 当然还有新四军 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主动出击和反击 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期占领区的行动不做抵抗 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 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作是主要敌人 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盘 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 这些明显的分裂活动危害中国人民 反对侵略者的解放运动 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牺牲 并造成与国民党发生军事冲突 马海德装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 宣示他的所谓进步观点 他受过高等教育 因此很会慢慢骗取人的信任 他经常同中共军队总参谋部的干部在一起 他靠设宴请客来赢得每个人的好感 对军队和党的所有重大事件 马海德消息灵通 马海德的家就在延安 他的妻子是个中国女人叫苏菲 一个儿子叫于马 苏菲是个漂亮的女人 娇滴滴的样子 对男人很温柔 她使尽媚态 和我们的暴物人员交朋友 会娇声娇气地说一些讨好人的话 我们无论走到哪里 都处在康生的工作人员的监视之下 不管是那漂亮的教员 还是过去的吹事员 都是监视我们的 我们每走一步 都有一大帮告密者监视着 康生手下的人 腿勤脚快 到处钻 只要这些人一到场 我们想要与之谈话的人的嘴巴 就都封上了 康生亲自决定谁去谈 跟谁谈 当然 这些人都是严格训练过的 美国约瑟夫 史迪威将军 被任命为远东盟军参谋长 重庆的将领 对美国人插手他们 总参谋部的事务 极为不满 反史迪威 反得最厉害的是 中央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青 毛泽东除了那种 旨在使来访者身位的 生硬态度之外 还有另一种 纯粹中国式的风度 这一次 他关切地问起 我们的健康和需要 要我做到 通常留给贵宾 坐的皮靠椅里 然后亲自端来饭 酒喝茶 江青搬来了躺椅 他就挨进我们坐下 警卫员递给他一杯酒 江青塞给他一把花生米 八路军同敌人 和平共处 日本人舒舒服服的准备 在占领地区过冬了 我们绕过了这些地方 而八路军部队 却就在这附近 晃晃悠悠 日本人自由自在地 支配这个地方 他们把中国人当列 等民族对待 把中国人当牲口用 日本人强奸妇女 强迫他们 跟他们住在一起 中共领导没有 采取有效措施 在华北牵制日本派遣军 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莫斯科屡次要求 中共领导采用 一切办法 使日本无法为发动 反苏战争进行准备 但这都被当成了耳边风 沿岸的政策依然如故 缩减八路军 正规部队的作战规模 看得出来 八路军主要关心的是 国民党军队 部队中宣传的矛头 是对着他们的 战斗行动 有朝一日 也是要针对他们的 因此 日本人的一切 作战行动 几乎都成功了 延安发出命令 要不惜任何代价 保存八路军的实力 所以部队正步步后撤 尽管敌人的进攻力量 是唯一不足道的 毛泽东的原则是 进行这次战争 为的是保存他自己的实力 而不是消灭敌人 要达到这个目的 就得对敌人放松抵抗 和让出更多的地方 毛泽东 在侵略者面前 向后退缩 却在城中央政府 和日军冲突之际 为自己渔利 在民族遭受灾难 人民背偿艰辛 并做出不可估量的牺牲的时刻 在国家受制于 法西斯分子的时刻 采取这种策略 其只是背信弃义而已 毛泽东 及其追随者 低估了苏联的军事力量 过高估计了 德国人的成就 因此他们得出了苏联可能会战败的结论 从而拒绝由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作战 他们暗示 他们的观点又一次证明 不惜任何代价 保存实力的理论是正确的 整风已经从几篇表面看来 无害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发言 发展为激烈的政治运动 整风的目的说的是反对主观主义 教条主和党八股 实际上毛泽东派利用整风来压制中共领导内一切不同意他们政策的那些人 江青总是那样和蔼 健谈 不达目的 事不甘休 这是他突出的特点 他清除一切障碍 盯着社会的险要地位 顽强的往上爬 他毅然克制自己 无情地驱策自己 他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视野 他急于要趁他年轻的时候达到自己的目的 1943年1月至12月 毛泽东一伙还在王明身上搞阴谋 尽管医生们坚持要把病人立即送出去 毛泽东再次拒绝给蒋介石拍电报 王明被康生吓怕了 唯恐我们去看他 他通过奥尔洛夫转告我 要我帮助他复苏治病 但又要把事情安排妥贴 以免毛泽东进行报复 毛泽东怎么会成为共产党的领袖 而且还在巩固这一地位的呢 我自己常常感到很不理解 是的 他背信弃义 残酷无情 可是还有什么呢 当然 这一切并不那么简单 他有他的高明之处 确实比他的对手高明得多 解放区出现一片怪现象 中共的部队中 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 他们全都在尽可能的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 例如 在柴林 远在后方的步兵地120施施部 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 制成鸦片后 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实际上近西北各县 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 这些货物都是由沦陷区仓库 直接供应的 江青在幕后政治阴谋中所起的作用 是非常可疑的 忙 江青 康盛 我越想这个联盟 有些事情的缘由 就越清楚 康盛在党内原是个默默无闻的人 他打定主意把他以后的发迹 与重庆来的女演员挂上钩 他选中他 不仅仅是因为他有魁力 而且也因为他聪明 老练 意志坚强 正是他把江青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已经是第三次结婚 但还十分迷恋性生活的乐趣 江青和毛泽东为野心和个人私利所趋势 十分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他们性格相似 这又促进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在毛泽东眼里 江青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可靠的助手 参谋和同志 整风这一套对每个人都有威慑作用 于是 这些位居要紧的党的官员都宁肯保持沉默 他们即使表示不满 也从不公开地或在正式的会议上说出来 他们怕毛泽东 因而不大可能有勇气去批评他的政治路线 这样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就巩固起来了 给王明治病的是金医生 当他开的处方拿到药房时 值班药技师被这种不寻常的配方吓了一跳 照料王明的护士也说了这回事 这个处方从表面看是对的 但是这种合计时间一久会分解 这就有毒了 毛泽东之所以强有力 不仅因为他在这场斗争中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而且因为他对中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 对人民的风俗习惯有透彻的了解 林彪曾一度对康生委员会的工作表示不满 而追随王明反对派 可是后来他显然意识到了 毛泽东的实力及其活动的含义 于是转趋沉默 他瘦瘦的身材不爱交际 沉默寡言 在军机大计上他很少发言权 然而 他是一个不可小看的人物 林彪的动作和讲话都很迟缓 神态冷漠 但工作有条有理 很有活力 他行动果断 冷酷无情 柏谷是个不太蹒跚的矮胖子 圆脸糖 厚嘴唇 衣冠楚楚 姿态斯文 他脾气好 心地善良 从他的口音 可以知道他是北方人 我们单独在一起时 他总要尖锐批评特区的证据 他瞧不起毛泽东 并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 掌握着一切权力手段 他看起来老是很害怕似的 我们谈话时 他小心地环顾四周 甚至走出去好几次 生怕隔墙有耳 整风运动的目的 显然是使党官僚主义化 从而使每个共产党员的热情 与积极性化为乌有 中共领导人 不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 建立起纪律 使大家围绕着一个 伟大的目标团结起来 而是在恐惧的基础上 向人们灌输盲目的奴隶主义 延安的整个气氛 就是恐惧 除了恐惧 还是恐惧 任毕时不敢自行做决定 虽然他有权在很多问题上 做出这种决定 如果不经毛泽东 再一次亲自点头 他甚至不敢在已经通过的文件上署名 他对毛泽东的每一句话 都随声附和 康生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政治局任命 任毕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任毕时说 毛泽东同志认为 种植 加工和出售鸦片 不是件太好的事 可是 毛泽东同志说 在目前形势下 鸦片要起打先锋的 革命的作用 忽视这点就错了 政治局一致支持 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毛泽东懂得中国的古典文学 他的同胞 所以给他唬住了 这是主要原因 他对西方哲学了解的很少 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庸俗的 我们谁也没有在他那里 见过莎士比亚 斯丹达尔 契科夫 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中一本 凡属不是中国的东西 毛泽东一概加以蔑视 可以这样说 对他说来 中国的东西是世界文化的顶点 是终极真理 刘少奇执行着毛泽东的命令 还加上他自己的干劲 在杨家里称王称霸 他现在不再是新四军的一个 普普通通的政委了 而是党内掌握大权的第二好人物了 刘少奇是整风的理论家 康生是整风的实际组织者 而毛泽东则是整个运动的教父 王冰的朋友抛弃了他 谁也不去看他 总之 他是完全孤立了 更有神者 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 一无所知 刘伯承是同彭德怀 一起来到延安的 他和叶剑英都因属于亡民集团 而在等着受处分 聂荣真被指控为亡民的支持者 犯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 彭德怀是亡民集团的成员 被谋定为经验主义者 据毛泽东看 战争有利于夺取政权 因为战争能削弱和破坏重庆政府的力量 让中央政府的军队去冒危险 而自己却要避免对日本进行积极的斗争 这样就能建立起自己的权势来 当然 中共军队对侵略者消极应付 并不排除有一些战斗行动 但是 这种行动是有限的 而牧只是被迫回击而已 显然同八路军实际作战能力 是不相称的 提供给外界的有关八路军和新四军战绩的资料 蓄意夸大了战果 这样就把准备内战的事实掩盖起来了 1944年1月至12月 整风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对参加及将召开的党的七大的代表 进行洗脑筋 代表们将要在党和全世界的面前赞同毛泽东的政治路线 并阐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 毛泽东一直在破坏爱国主义的内容 把爱国主义化为一种纯粹的民族主义的情感 一种部落的本能 我在约定的时间去拜会毛泽东 他正在房间里夺步 不时看看钉在墙上的几张纸 这是他构思文章和演讲稿的方法 他先把它写下来 再把写好的几页只挂起来 一两天内对此加以推敲 在原稿上做修改 1928年 朱德在若干问题上表现出跟毛泽东意见不合 同他闹翻了 可是 他不久就承认毛泽东是他的军队中的最高政治权威 他同意王明的观点 并主张对日本侵略者积极作战 尽管1939年以来 他形式上一直都是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 但作为一种惩罚 实际上已被解除了兵权 江青对我有点过于亲切 他找出很多借口来跟我会面 他开朗 有时又谨慎 情趣横溢 但也许是过于亲切了 这使我回避同他交往 王震的359旅鹰 在1938到1939年 打日本打的出色 而有了名 这是中国红军的一支富有战斗经验的部队 在那纪念里 八路军和游击对于日军已重创 后来毛泽东决定削减作战行动 从而使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大大的减少了 王震是一位有才干的指挥官 他爱穷跟究底 右手纪律 他的旅是延安最好的一个旅 而且不仅是在延安而已 周恩来总是注视驻国际形式的发展 他对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非常熟悉 他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尊敬 并与社会上各个不同阶层有驻广泛的联系 周工作勤奋 效率高 他做决定既快又准确 但他总是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 他博览群书 并竟可能经常跟上世界文化生活的发展 他的性格很开朗 脾气有点急 毛泽东对我说 我们一直在考虑给我们党重新起个名字 不叫共产党 叫个别的名称 这样 对延安行是会更有利 特别是跟美国人打起交道 来要有利一些 康生的集团在土崩瓦解 甚至那些最近还支持他 拍他马屁和奉承他的人 都在抛弃他 陈毅就是其中之一 陈毅直到昨天 还是康生的忠实支持者 现在不仅不承认 自己与康有任何私交 而且私下谈话中 还说了些批评康 和对康很不尊重的话 周恩来一直在积极 执行整风的安排 还做过丢脸的讲话 保证以后不犯类似的错误 而现在却突然要求 其谴责整风的形势 和方法来了 周得到中共中央主席的支持 是不言而喻的 是毛用周作字 以的传声简 周恩来同美国人会谈时 特别活跃 但是我在无意中发现 他的一切活动 归结起来就是想保住权力 此外 政治形势的千变万化 对他来说无关紧要 不仅如此 一旦形势需要 他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改变原则 周恩来的活动 从不超出毛泽东的政治观点 只有在他同党内的同事 特别是同刘少奇竞争时 才表现出一点独立性来 毛泽东确信 苏联的力量 在抗击纳粹德国的斗争中 已消耗殆尽 因此不可能及早地 有效地在远东开战 远东和中国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关头 只有美国才是使他们摆脱这种命运的主宰人 毛泽东千方百计地找机会同美国军界和政府的高级官员接触 看来他想使他们改变主意 使他们相信美国与延安结成联盟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中国的分裂是日军获胜的主要原因 这并不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问题 毛泽东认为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石力量的一个因素 不论是军事上的失利 还是反法西斯斗争这样的因素 都不能使泽东放弃他的分裂政策 这种分裂是中国不样的现实 而且这种分裂显然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者 毛泽东分裂民族统一抗日的政策 无异于为日本增加了几十个打中国的师 江青显出一副很有主线的样子 能很快领悟不熟悉的问题 他好查根问底 有野心 但能深藏不露 他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 1945年1月至9月 毛泽东在同我谈话时 再次说 对中国进行革命的改造 并不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 了解中国 了解他的需要 风俗 历史 这才是重要的 共产党领导意识到 同美国人谈判成功的机会逐渐化为乌有 借助美国来解决国内问题的希望要成泡影了 毛想 起码也要利用美国人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的关注 让他们管住蒋介石 一旦他当权 他保证美国垄断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投资能得到相当大的利润 白宫像以往一样 渴望把中共的军队抓到手 美国人正试图促使国共双方达成政治解决 美国人穿梭来往于延安与重庆之间 轮番劝右脚 毛河州 然而 这可能不只是与八路军和新四军有关 美国人还要控制中国政局的发展 他们梦想操纵中国的政治进程 控制一切 在重庆会谈过程中 他们为争夺权力而进行了斗争 把民族利益抛到了九霄云外 谁也不认真谛 想想抗战 而日本则继续在中国侵占新的岭上 他们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苏联和美国身上 重庆和延安正在拼命讨价还价 党内民主在这里被解释为 所有的人都重负毛的讲话 在一切场合 引用他们即使是很可笑的说法 重负毛的见解 引用毛的话 党员只有在命令和指示的范围内 才允许表现主动精神 毛泽东的指导方针 由刘少奇精心的化为文章 用各种形式重负一个思想 说整风运动是历史的必然 他改造了受资产接吉伦理学 和哲学影响的年轻的新党员 毛贺得醉醺醺时 讲话就特别难懂 在这种时候 他那单调的 口齿不清的 湖南腔特别重 这种单调的 含糊不清的话 还不时加进两三个发音 特别加重的词 只要稍一喝醉 毛就失去了他那重要的大人物的神态 有时就像一个农民进了饭铺 粗声粗气的 又叫又嚷 不管谈什么题目 毛总是三句话 不理本行 谈阶级斗争 天天斗 时时斗 对于按毛泽东的格式 进行的阶级斗争 我有充分的了解 并亲自看到了 他的种种表现 这是毛谈话的主要题目之一 他用他来为整风 给党带来的暴力行为 以及贯穿整风 全过程的暴行 做辩解 我和毛泽东 进行了一次 与往常不同的谈话 没喝威士卡 莫喝烧酒 也没有客人们的喧闹声 我们正谈到一些琐事时 毛不知不觉地转了话题 谈到了死亡的问题 谈到死亡的不可避免 以及人 无法抗拒的无情的命运 毛泽东在考虑和谈论助人 生意事和流芳百事的问题 想到死亡 他便消沉了 他引述了孔夫子 古代作家和诗人的话 并朗读了几段他自己写的诗 他完全沉浸在 这些思想中了 他变得很温和 同时又很激动 他那雕像似的 庄严样子一点痕迹都没有了 他讲话讲得很快 用嘶哑的声音吐出他要强调的话 他挥手 叫所有想进屋的人都走开 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 他深信残忍 是由于正义而产生的行为 严格地说来 根本就没有什么残忍 有的只是正义 只有正义 他从不怀疑他自己的决定是正义的 他对残忍的深信不疑 就化成为暴力 这是他特殊的工作作风 陈毅是个贪吃的人 他对招待会有特殊的嗅觉 哪里有威视卡和茶点 你就能在哪里听到他的笑声 沿岸的高级官员 不参加这种宴会 双方都只有大人物的楼楼们参加 他们喝呀 既能贪杯解馋 又履行了公务 好使对方泄露消息 当特务真是一种有害健康的职业 干硬化是不可避免的了 彭真是康生的热心的助手之一 是整风的最积极的拥护者 和十足的反苏分子 彭是个机会主义者的突出的典型 他依靠刘少奇来到了延安 参加了康的特务工作 懂得如何通过挑拨和不道德的行为来向上爬 必要时 他对什么都会相信的 彭德怀是个沉着的 健壮的人 是我第一次奉命来华时 就认舍的老乡时 当时 我们的同志设法为他的部队 提供了一些装备 他是个真正的战士 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周恩来恨康生 周吃过整风的苦头 周处理葛仲问题都相当冷静 他很谨慎 相当健谈 但又守口如瓶 他善于适应葛仲行事 在党 政 军各机构中都有他的人 这些人似乎自成体系 而忠于他 他见识广 政治上灵活得到了机会主义的程度 机会主义 是他的主要的政治气质 高岗尽管有过一段悲惨的经历 但还是和矮可亲 他跟人交往没有露出一点意志消沉 和不相信人的样子 他喜欢听人讲笑话 自己也受讲笑话 他那非凡的任性是惊人的 不是忍耐 而是有任性 他在康生的委员会中表现克制 近乎消极 刘少奇和周恩来 暗中一直在勾心斗角 双方肆无忌惮地相互拆台 这场残酷的权力斗争 是在毛泽东暗中纵容下进行的 要是有什么能使周和刘连和起来的话 那就是他们对康生的近乎憎恶的敌意 江青经常来看我 总是带着警卫 几个战士留在外面 但有一个断然进入屋内 在他后面跟着苗条 娇弱面带笑容的江青 江青不谈政治 他活泼愉快 只有当他诉说他丈夫工作过于繁忙的时候 才看出担心的样子 研究了毛泽东的几个报告之后 使我确信 他是很有手腕的 他通过歪曲共产党的历史 歪曲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目前的事件 以及通过搞整风运动之众无是生非的做法 来腐蚀党员群众 1942年5月至12月 1942年5月10日 我们到了兰州 这是我们乘苏联TB三飞机从阿拉木土起飞后 在中国机场停留的第四个晚上 我们在伊宁过了一夜 以后两夜是在乌鲁木齐和哈密过的 目的地是延安 我将代表共产国际并作为塔斯社的随军记者 在延安工作 从1941年7月以来 我就是个军人 1942年5月11日 飞机由于负载过重 在哈密起飞时很费劲 后面扬起了厚厚一层尘土 起先 我们周围是一片澄澈的蓝天 后来飞进了浓厚的雾层 往后 飞机飞了出来 在晴空半航道飞行 可是半小时后 飞进了一大片云层 飞机尽可能爬升 但无法钻出云层进入晴空 再降低一些高度试了试 还是没用 我们偶尔也飞过小块晴空 得以瞥见山峰 深谷和悬崖峭壁 有时 飞机贴近山岭飞 只隔了50到100米的距离 机长嘟囔说 今年到这时候了 怎么还有雾 这气候真怪 半小时后 它使飞机来了个180度的转弯 但还是在盲目飞行 每隔两三分钟 机长就说 驾驶员 注意方向 我们终于摆脱了困境 幸亏机长和驾驶员都是有经验的 要不我就不可能坐在这里写日记了 我为玛利亚安排好 让她到了阿拉木图 玛利亚是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妻子 编者 1941年7月以后 我一直没见过她 我们在阿拉木图机场 见了面 又分了手 她现在 想必已经回到列宁 斯克库兹涅茨基 回到我们儿子身边了吧 没想到尼古拉牺牲了 彼得 弗拉基 米洛夫的朋友 编者 确实没想到 这消息 对我犹如晴天霹雳 只有一点是可以安慰的 那就是 她死得很快 尼古拉的装甲车 被炮弹击中着了火 可她还在向敌人射击 一个气浪 把她甩到公路上 德国人 当场把她击毙了 现在 所有这些 就像其他许多事情一样 都已成过去 但这个过去 是多么悲惨 和痛苦啊 它不会消失 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飞行进入第二个小时 能见度很低 我们尽可能 以最慢的速度飞行 炸弹架上堆满了货物 客舱里 也乱七八糟的 塞满了箱子 盒子和汽油桶 箱子和盒子里装的是 给中国人在延安的医院 运去的医疗用品 电台零件 和一架新发电机 延安的电台设备 陈旧不堪 随时都可能失灵 汽油是供电台的汽油机用的 它每年耗油两桶 按这样的消耗量 我们供应的汽油 足以维持好几年 不知什么时候 另有飞机来 要是日本进攻苏联 我们就会被封锁 在陕西的丛山之中啊 我说的我们 是指奥尔洛夫 李马尔和我们在延安的朋友 安德烈 雅科夫列维奇 奥尔洛夫被派到延安的医院 去做外科医生 他身材瘦小 去延安前 他在基洛夫军医学院任教 我们还不太熟 尼古拉 尼古拉耶维奇 李马尔是无线电报务员 我们管他叫科利亚 他是去协助我们在延安工作的报务员 多尔玛托夫的 我们都穿了皮大衣 还动得牙齿 直打颤 我们从机室窗往外看 暗地担心 有可能碰上日本战斗机 我们毕竟是 完全处于他们的活动范围之内 这架几经修理的 TB三飞机远飞 强大的新式日本战斗机的对手 机枪手不时警惕地看看SKS 一种在机上用的 1.62毫米口径机枪 其实万一日本人袭击 我们是毫无防御的 很容易被击落 我们不是在飞行 而是在偷偷潜入延安 飞机简直都要贴近地面了 下面 山连着山 到处都是山 黎明时候 天空蔚蓝而明朗 我心中 在反复考虑着 佟朱德 康生和彭德怀的会见 驾驶员 在忙着看地图 这是在我们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写下的记录 TB三飞机在两面都是山坡的山沟里降落 多尔玛托夫 阿列耶夫和几位中国同志在那里迎接我们 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说 我很高兴来迎接亲爱的苏联朋友 他问我身体怎么样 并向我的同事和全体机组人员打招呼 然后他说 我很快就能会见你 也许明天 他态度自然 慢慢地发问 笑十面带眷容 留神听我们每个人说话 他穿着棉布上衣 棉布裤子 同所有其他中国同志穿的服装一样 还穿着一双粗布鞋 我以前到兰州和西安时 认识了几位元 中国同志 他们大都是经历了严酷的内战考验的老一辈党员 几乎都在战争中负过伤 并有亲人牺牲了 康胜拥抱我 还吻了我 其他的人在一旁看着 这种举动并不使我感到高兴 因为我在兰州时 见到他对苏联人十分无礼 我们的青年在中国上空作战 遭受了重大牺牲 当然 日本损失的人员和飞机为我们的两倍 乃至三倍 哪里出现苏联战斗机 日本轰炸机就无法命中目标 可是在地面上 康胜的特务 却暗中监视着每一个苏联公民 我不可能消除对此人的印象 他装得像个要人 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敌人 康胜虽说很谨慎 但他做得比他嘴上说的更能说明问题 我相信 中国同志早晚会看透他 康胜的吻是犹大的吻 但我是客人 不能露出我的感情来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 同机组人员交谈 而康胜则嘴上露出一丝冷笑 拉长了声调 在我耳边说 我们是真正的兄弟 毛泽东说了声再见 就向他的汽车走去 后面跟着手持毛色枪的年轻警卫 司机开动车子 车子一溜烟走了 那是辆英国或美国造的老式救护车 警卫员们的宽大背影挡住了我们的视线 毛就看不见了 我被介绍给塔斯社小组 鲍里斯·华西里·耶维奇·阿列耶夫是正式议员 列昂尼德·华西里·耶维奇·多尔玛托夫 也叫李文 是鲍舞员 他也穿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和一双粗布鞋 欢迎者中间少了伊格尔 华西里·耶维奇 游刃 他在电台值班 天气晴朗 阳光灿烂 TB3在卸货后立即飞离延安 我现在跟多尔玛托夫一道 坐在一间装设电台的房间里 再记下这一切 多尔玛托夫在向莫斯科发报 报告我们的顺利到达 汽油机在外面突突作响 里马尔在端向那套无线电设备 由任何奥尔洛夫在隔壁房间里安排餐桌 屋内点着蜡烛 气氛显得很舒适 除了奥尔洛夫要搬到医院附近的地方去住以外 我们全都将在这个小屋里住下来 多尔玛托夫对我说 医院就设在山腰上的几个窑洞里 每个人都很兴奋 我们是因为到了延安 游刃 多尔玛托夫和阿列耶夫 则是由于听到了苏联最近的消息 收到了亲友的来信 这几位老资格的延安人 对世界局势的了解 要比我们多得多 多尔玛托夫搞的电台 实际上昼夜都能收听到新闻 1942年5月12日 1927年开始建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专政 可是农民在乡村继续暴动 中国共产党利用农民运动开始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领导了一支后来扎根于井冈山的武装力量 不久 朱德跟他会合了 这支联合的队伍叫红军第五军团 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 1929年1月 五军团打下瑞金城 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在江西省建立 在内战过程中 红军损失惨重 其兵力由30万瑞减至25,000人 现在 把分割成几部分的红军都团结起来 并选择一个更合适的地方做中央根据地 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1935年底 几支分散的红军队伍经过长征 在中国西北地方会合 把以前由张学良将军和当地军阀的军队占据的地方 变成了解放区 并以延安作为行政中心 当时 约有25,000名官兵 全都是长征后留下来的 向延安进发 以后 又有人数少一些的部队参加进去 本地人管延安叫夫师 康生及其秘书萧里来看我 打断了我写日记 我匆匆地做了些准备 在吃饭间接待客人 从现在起我们新闻社需要的一切情报 诸如中国发生的事件 各条战线的形势 与国民党的关系 特区的大事 以及满洲形势等等 都将正式从康生或他的助手那里获得 事实上 目前情况已经是如此了 此外 我应该把情况告诉共产国际 做这方面的工作 需要我同毛泽东 政治局委员和党的其他高级官员 保持个人接触 我是在中共领导人的 配合下来到延安的 康生对苏德战线的形势 问得很详细 并不是强调 希望我们早日战胜 法西斯分子 康生 说话兼嗓门 带嘶嘶声 讲起俄文来发音不准 用动词 没有人称变化 词汇贫乏 但他的听力不错 康生老是一副笑剪 这种笑容 好像粘在他那瘦靴 而易怒的脸上似的 他听别人说话时 就像日本人那样 吸着粗气 已是他很高兴 听对方的话 这几年 我没见到他 但他没有改变 还是我以前知道的 那副老样子 神精致的脸部表情 他给人的印象 就像是一个牵线木偶 康生介绍了特区的情况 他包括陕西 甘肃 宁夏三省 特区西北 被两个军阀将领 马氏兄弟封锁 他们谁也不服从 忙于跟日本人做生意 买卖兴旺 由于他们拥有大批 装备良好的军队 可以想象得到 他们是什么 卑鄙够当 都干得出来的 在山西省这一边 特区一直被军阀 沿西山将军的部队包围 他是听命于 重庆中央政府的 这个军阀 已提前征收了 32年的税款文明 是拦路强盗一类的家伙 特区的通道 凡属 未被日本人占领的 全部为国民党军队封锁了 康生说 蒋介石一点 也不想搞什么统一战线 正在寻找借口 以军事行动 来破坏统一战线 由此看来 特区内外的形势 是十分复杂的 因为要等毛泽东 随时可能约见我的通知 我只能待在家里 不出去 午饭后 我又写了一段日记 然后出去 看看周围情况 我们的房子 坐落在山坡上 挨着一座平顶大山 下面是绣河和沿河的河谷 河谷两侧 是长着丛丛灌木 和小树的高地 山沟里和山路的小丘上 点缀着一块 快方形的绿色农田 山沟里树很少 我们下面有个属于 当地某地主的大庄园 庄园里 有几所房子 和一片茂密的桃园 现在 这座房子 为康生的办公机构站着 就是大家知道的情报局 那儿也叫早园 我们住的是 浅灰色砖房 窗户像封房似的 上面用纸壶杖 只有电台 那间房间的窗子 装了四分之一的玻璃 能看得见外面的院子 所有的家务事 都由陈来做 他是一个曾在苏联远东地区 住过的中国老头 说的俄文还过得去 有两个小伙子 和一个中国厨子协助他 他们的工资 都由我们开支 这个厨子 又粗心又邋遢 他是由康生派 来给我们做饭的 这个多山高原 大约海拔八百 至一千二百米 一个不习惯于 在这样高的地方生活的人 上坡感到很困难 我写这一段的时候 已经过了午夜很久了 傍晚 我 奥尔洛夫 里马尔和阿列耶夫 应邀去见毛泽东 他在他住的窑洞里 接见我们 这个窑洞面朝 耸立在河对岸的一片峭壁 到干旱季节 这条河 就像条浅溪 很容易射甩过 毛泽东窑洞旁边的村子 叫杨嘉岭 窑洞 即通往窑洞的各条路上 都有身背毛色腔的战士 严加守卫 同毛泽东在一起的 还有康生和政治局其他成员 互相寒暄以后 毛泽东开始问我们 有关苏德战争前线的形式 他特别想了解我们战线的稳固程度 我们尽可能一回答他提的问题 然后 毛泽东说 中国共产党是忠于国际主义原则 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 并且是与国民党合作的 孙中山的学说 可概括为民族 民权 民生三条原则 毛泽东说 中国革命之父的所有这些原则 都是我党党纲的神圣组成部分 他心不在焉地在口袋里掏什么 掏出了一包柔皱了的纸烟 慢慢地点燃一支说 主要的问题是得到人民的拥护 如果你赢得群众的支持 即使没有技术 只用棍棒和石头也能把敌人打败 因此 我们必须为改善群众的经济地位而斗争 否则 人民就不会拥护我们 毛泽东的注释是两间连着的窑洞 洞壁精心地附着木板 窑洞最里面的砖地上放住书桌 上面摆满了书籍 纸张 还有一个竹台 毛泽东背有一点驼 眼角上有细细的皱纹 讲一口难听的湖南话 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旷明他出身于祖祖辈辈务农的家庭 毛泽东在结束这次正式接见时 答应要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 并赞扬史达林同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英明 任毕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他约莫四十岁光景 个子不高 神情敦厚 说话声音很轻 脸上长着连腮胡子 王家样 政治局委员 瘦个子 比一般人略高 他的头发 就像毛泽东的头发那样 比一般人的略细 毛泽东喝的是荷兰酒 而用米酒 当地酿的一种酒 招待我们 他来到我们小组每个人的面前 温和地询问 我们的健康情况 他穿的 还是那套打补丁的制服 端着酒杯 一边喝酒 吃花生 一边详细地询问 史达林和纪米特洛夫的情况 毛泽东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妻子江青 他身材苗条 有一双嗷儿机灵的眼睛 站在他壮实的丈夫旁边 更显得弱不禁风 他待他非常温柔 想方设法讨他欢心 这时候 康生告诉我们关于有人想杀害毛泽东的事 这种企图都失败了 原来 只要毛泽东向阴谋者看一眼 就足以 使他们 坦白交代出罪恶企图来 这种事件 已经发生过三次了 毛泽东不说话了 坐在唐衣里 抽着烟 把烟灰弹在地上 我们把这看作是一种表示 告诉我们接待 到此为止 我们站起身来向主人告辞 毛泽东陪我们走到门口 紧紧握着我的手 再一次说 他很高兴 在中国见到我们 对共产国际 和史达林同志的工作 与关怀表示感谢 并再次答应 要支持我们的工作 康生微笑着 牙缝里 吸着粗气 院子里 剩下的一棵树 叶子在发出 轻微的沙沙声响 烛光在风中闪烁不定 游刃在他房里 点着了一支烟 在听收音机 我们周围的这一切 蜡烛 纸壶的窗子 和山里刺耳的狼嚎声 不知怎么都似乎是虚幻的 想想 就在几个星期前 我还漫步在 莫斯科的大街上呢 1942年5月13日 早晨明亮的阳光 把我照醒了 山间细薄的空气 使阳光分外耀眼 附近山顶的后面 朦胧透出 一轮红日 山谷下面 依然为夜色笼罩着 忽然间 迷雾缭绕的峭壁 呈现出一片淡蓝颜色 山间的日出景象 如此瑰丽多彩 实为壮观 山沟两侧的悬檐耸立 沟底却是一片 绿油油的浓田 这里的山 看上去就像是一些 吨幅着的野兽 绣河窄浅 宽二至七米 河水顺山沟 流入沿河 沿河宽约五十米 是湍急的山溅水 在有些地方 分岔成一条条小溪 或者形成小瀑布 沿河源于白玉山之脉 流入延安东面的黄河 当地居民 在这两条河里洗衣服 然后晾在石头上 这里阳光很强 衣服几分钟就晒干了 黄土山坡上 到处都是窑洞 星罗旗布 纵横交错 这里住着学生 以前的城里人 军人和党的工作人员 这个地区的农民 也绝大部分 住在这样的窑洞里 我得到护主的同意 看了看其中的一个窑洞 占窑洞很大一块地方的是个炕 冬天烧火热炕 在窑洞附近看见几头猪 是几头像狗那样瘦小和灵活的黑猪 他们好像挺害怕什么似的 他们的肚皮搭拉的差点都要碰到地了 黄土的土质松软如粉 但大陆和小道上的土 已经被采得相当磁绳 在这里做通讯员 官员的公务员和招待所服务员的青少年 被称作小鬼 我们除了从康生的情报局 从前线采访 以及从同中共领导人 和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接触中得到情报外 还从广播中收听最新消息 我们多半在晚上收听 离此80公里的重庆电台的广播 晚上听得很清楚 另外 我们小组有一个收发报的电台 同莫斯科保持联系 这条线路在深夜或大晴天联系最为可靠 但由于多尔玛托夫的技术好 实际上任何时候 线路都是畅通的 除了7月份 由于电离层变化 在当地时间中午到下午5时之间 线路中断 我们还被有蓄电池 以供出现紧急情况之用 主要用以对付日本 可能突然发动的空袭 在西约10公里处 有个由博古负责的中国电台 他还主管解放日报 新华通讯社和全面的出版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自己有一个电台 1936年以来 延安同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 经常保持着无线电联系 博古 秦邦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1931年9月到1935年1月 他领导中共临时中央委员会 1935年1月遵议会议后 党的中央委员会由毛泽东领导 1942年5月14日 延安实际上不成其为一个城市 蜿蜒于一片废墟中的 是一些消除了瓦砾堆的狭窄街道 1940年延安被日本飞机炸毁 只留下城墙和几所房子 轰炸后幸存的一所坚固的专房 是边区银行 李富春是银行理事会主任 他发行的钞票叫边币 是红色纸币 看起来像扑克牌 李富春是中共中央委员 主管边区的财经工作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博渠 是一位和蔼的 彬彬有力的长者 一部分人仍挤住于 建在废墟中的简陋小木屋里 而城市的大部分地方 看起来空荡荡的 人们在南门外挖了许多窑洞 山沟里有不少店铺 一些东倒西歪的房子 还有一个新开放的市场 很是热闹 城墙高约八米 宽一米半 城墙上有炙煤 燕子在墙的裂缝和下溪中 住了巢 城门是传统的中国式样 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南门 在延安居住的 大部分是外乡人 本地人只占少数 陕西省的行政中心是西安 我去过几次 西安是中亚和华中 华北和西南各省的交通枢纽 它过去是州 秦 隋 唐等王朝的京城 古时称西安为长安 红军于1935年到达陕西 1935年 中共各主力部队在陕西会合 这时 在共产党员刘志丹和高岗领导下 那里已建立起一个苏区 1936年 刘志丹在同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现在高岗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党还委派他解决特区复杂的民族问题 中国有50多个少数民族 人口有几千万 这就使中共的民族政策显得极为重要 现在成了特区的这几个省里 各个不同的民族和宗教集团 长期发生激烈的战争 远古以来 回教徒从新疆经由甘肃移入 他们被当地的中国居民所同化 这部分被同化了的人 早期被称作突厥人或中国穆斯林 战前 他们约有800万人 而陕西一地就有一百多万 特区的几个省里 还有很多盟族人 甘肃还住着藏族人 有人对我说 汉族人和突厥人 直到最近还发生武装冲突 双方都很残暴 高岗经验丰富 透彻了解各个种族集团的民族问题 和宗教问题 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 1935年后 他几乎使特区几个省的民族和宗教集团 停止了相互残杀 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 中央政府主席蒋介石三月访问了印度 这是中央政府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这次访问 无疑是由印度和中国之间极为重要的交通线所决定的 因为它是把军事物资运给中国军队的最重要的路线 日本人拼命想占领这些路上交通线 在缅甸和云南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 访问于3月21日结束 蒋介石和尼赫鲁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 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将为自由和人道主义尽一切努力 印 中两国人民占世界人口的半数 两国的文化和经济关系已有2000年的悠久历史 中印之间从未发生过军事冲突 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和平相处的关系 别的国家是没有的 世界正受到残忍的法西斯暴力的威胁 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两国在反法西斯的共同斗争中 更紧密的团结起来 我们应该肩并肩的在同一条反地战线上作战 这是取得世界和平的主要条件 我们两国人民为了这个崇高事业 准备承受任何牺牲 蒋介石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希望英国最终会给印度以真正的 而非虚假的政治权利 蒋介石访印的主要目的是在保证印中之间交通线路的安全 问题是中国的沿海各省已被日本从海上占领 其毗邻的水域则为日本海军和空军所控制 北方则几乎全部被占领者封锁 唯一的交通联系是通过缅甸 中国的工业区不是被日本人占领 就是被他们破坏了 得到武器的唯一希望就是靠这条线路 在这种情况下苏中之间按1937年协定建立的金星将给中国运送军事物资的空中桥梁就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抵抗是尤为重要的 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是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 抗日统一战线为一切社会力量 共产党 国民党 民主同盟和其他爱国团体提供了联合的条件 1942年5月15日 冬天 延安广泛开展了整顿三封的运动 三封是党封 学封 文封 这个月 毛泽东在几次会议上 还就文艺问题 讲了几次话 这次运动 是以他在二月份的讲话开始的 1942年5月16日 日本人在整个三月和四月份 把队伍拉向苏联边境新凯湖 隋分河和汉虫一带 在滨海地区 部队正从南海地区往满洲空运 日本人在沿海方面特别活跃 满洲的高射炮部队处于待命状态 老百姓正迅速迁往内地 又是晚上了 我桌上的烛光又在闪烁不定 破窗纸在瑟瑟作响 小狗马什卡在外面呜呜地哀鸣 这只狗是管家老陈给我们的 在我们这群外国人中间 它立刻成了每个人的宝贝 五月底或六月初 游刃和阿列耶夫将到八路军前线去 塔斯社需要我们提供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前线生活的新闻报道 1942年5月17日 关于国民党军队要袭击特区的谣传 在延安引起了恐慌人们正匆匆忙忙地在做撤离的准备 歇斯底里地来回奔跑 疯子似的大声喊叫 这说明对人民的政治教育很差 更为重要的是暴露了中共领导的弱点 今天在康生办公室碰见一个名叫马海德 乔治 哈特姆 这个样子鼓励古怪的人是个犹太人 他的职业是医生就在奥尔洛夫被派去的那个中国医院工作 中等身材 黑皮肤 体格很结实 乌黑的头发中 家有积根挥发 1942年5月18日 中国同志正在开会 为毛泽东最近的一些报告喝彩 这样的会我参加了几次 我还没拿到印出来的文本 但我一定要求中国同志给我这些材料 晚上我和游人一起议论这些报告的内容 我很奇怪 在同日本进行长期战争 中国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情况下 毛泽东却大谈特谈整顿党的作风 这样的问题 党的作风也许需要整顿 但这无疑是个次要问题 我听游人说 苏联人一般不被邀请去听中共领导人的报告 这种说法庭了难免有点不好受 事实上 每次邀请都是一种例外 游人和阿列耶夫只接到过一次邀请 去听毛泽东二月建造的报告 对那次报告的内容 游人至今还感到十分惊奇 毛泽东突然把矛头转向宗派主义者 教条主义者 经验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 把他们说成是共产党的大敌 在谩骂中一个人的名都点不出来 毛泽东在报告结束时讲得非常乱 而且语无伦次 他警告了某些人 然后又批评了某些人 可是他讲得不明不白 虽然他说话的整个调子是恐吓性的 所有这一切都非常奇怪 值得仔细研究 共产国际为中共领导内发生的问题担忧 1942年5月19日 为整顿三丰和反对党内保守的工作作风而进行的运动 被称作整丰运动 看来 中共领导人把这个运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延安召开这摩托会 这就是唯一的原因 整丰无疑是一个政治运动 但其意义尚不清楚 1942年5月22日 游人带点嘲讽口吻 回忆他刚到延安时的情况 他和多尔玛托夫 阿列耶夫从机场直接被带到杨家岭 杨家岭沟口有两个穿军装的士兵守卫 拿住大刺刀摆好了刺杀姿势 客人们被带进窑洞去现任壁石 接着 依次进来了毛泽东 朱德 王驾祥 邓发 以及其他人 扎结性的寒暄过后 任壁石就不客气地说 告诉史达林 我们要武器 要武器打日本人 你很快就有机会亲眼看到 他们是怎么战斗的 游刃接着说 中国同志 承游刃为游人 他们给我取了个名字叫孙平 邓发 是延安高级党校校长 王明 陈少宇 是政治局委员 女子大学校长 该校有1500多名学生 王明38岁 任壁石是毛泽东在政务方面的助手 1942年5月23日 康生告诉我们特区周围前线的军事形势 一北线有110个步兵师 11个骑兵师 说明约有120万军队 其中有28个师 及30万军队包围了特区 大约有25000兵力 集结在通向新疆的大门口 二中线有136个步兵师 三个骑兵师 总共有140万军队 三南线有52个步兵师 11个步兵旅 总共约70万军队 四里在缅甸方面 有三个步兵师 约32000兵力 由于国共之间处于敌对状态 国民党线在意把对付日本的28个 施转而包围特区 这是对日本人有利的事 日本人显然利用了中国 最有影响的这两重政治势力之间的互不信任 由于阶级对抗 蒋介石对特区的态度 很难说是友好的 除此之外 蒋介石显然想从苏日之间 可能发生的冲突中捞好处 1942年5月24日 中国党的一些工作人 原对我们抱住冷淡的 往往还是敌视的态度 对此 我一直想找出是什么原因 我通过同党的领导人 那重视我感到很不对位的谈话 认识到他们 对我们的这种不友好态度 只不过是他们敌视苏联的 一种反应罢了 1942年5月25日 1941年下半年 当德军逼近莫斯科时 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小组的态度 更加不友好了 到11月底 发展成公开敌视 中共的高级工作人员 不会见我们了 毛泽东借口工作忙 没接见过一次苏联记者 而康生则派人盯我们的烧 在这种不友好的情况下 我的任务 是要与中国同志改善关系 而又不放弃我们的思想原则 考虑到康生 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 日益增大 这是件难办的事 1942年5月27日 我遇到过马海德几次 有时在康生办公室 有时他和任毕时在一起 在王家平 在南门外 经常看到他和特区的高级官员在一起 我的苏联同事说 他喜欢设宴 招待客人 并总要使酒 在客人身上 产生他所期望的效果 虽然他自己 喝酒很有节制 喝得不多 我问过康生关于此人的情况 康生告诉我说 马海德是个有经验的医生 一直在北延河医院工作了很长时间 是个可靠的同志 他1937年来延安 可是也有人说他来得更早 按康生的说法 马海德来延安 是出于国际主义信念 康生还说 他作为一个医务人员 给了中国共产党人无私的援助 他是新西兰籍犹太人 生在近东 名字叫穆罕默德 到中国 就把穆罕默德称 做马海德了 我很想知道 他是在哪里学的医学 他是很有基础的 康生说 他是在美国学习的 我在新闻处的同事们确信 这个新西兰人 拿很高的工资 存进他在美国银行的巨额存款中 并认为 他是个职业情报人员 1942年5月28日 毛泽东 最近所作的一连串的报告中 贯穿着一个思想 对别人的见解 不应盲从 尽管这种看法 在理论上并非完全不对 但其实质是否定革命哲学的理论价值 我确信我看准了 生活将会证明我的看法 对不对 我是根据毛在1942年2月1日所作的 整顿党的作风 的报告 做出结论的 下面 是他的报告的部分段落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 都要问一个魏石魔 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 想一想他是否合乎实际 是否真有道理 绝对不应盲从 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和中国革命实际 怎样互相联系呢 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 就是有地方使 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就是贱和靶的关系 有些同志 却在那里无地方使 乱放一通 这就意味住 毛泽东的讲话 是针对某一类党的干部的 我们还不清楚 指的是哪一类 1942年5月29日 整风运动 逐渐具有群众性了 现在 不仅要求党员 而且甚至还要求战士 和老百姓死记 应被毛泽东 关于文艺问题 以及整顿三风 等等报告的内容 在艰苦的战争 和经济困难的情况下 以及在日本公开准备 进攻苏联的形势下 这样一套做法 看来是荒谬的 整风运动 无疑是想掩盖 某些非常严重 而毛泽东 又十分需要的事情 正是他发起了 这场运动 1942年5月30日 日本电台 正忙于广播说 苏联边境的设施 威胁着日本 并提出要在 满洲国搞攻势防御 满洲国通过了一项法令 规定对工人进行登记 并永久性地 指定他们工作岗位 关东军司令部宣布 从现在起 满洲国的所有青年 必须接受军事训练 一旦战争爆发 满洲国的25万多军队 就能用于 具有第二位重要性的防区 这个事实不容忽视 我想弄清整风的实质 但中共的党内生活 大都是秘密的 只能从党的 公开会议上 所表现出来的气氛 去推断 别的一切情况 都谨慎地对 我们隐瞒了 从康生那里 是得不到有关 这个问题的任何说明的 通常 他对我总是笑脸相迎 说他对苏联人不保密 然后 他就勃然大怒 狂热地用手 视笔花柱 一会儿 他又说得哀碗动人 好像是在对一大群厅 重发表演说 有时说得结结巴巴 有时则气喘吁吁 这时他这些口气 尽力使呼吸正常